就在刚刚桑杰最新科研草灵功德流吕布进阶版 不仅能在对线方面取得巨大的优势 更是还自带大桥治疗让吕布能永远处于满血状态 完全做到了上分如喝水轻轻松松 即便输了也能轻松拿到金牌不掉心 就连桑杰本节都放话叫所有人赶紧行动起来 不然后面可能就会被策划暗改 这一手劳部你学到了 我说说王者上龙药王者 龙药王者上防疫王者 我们新药随便上王者 上分如喝水什么这个打法巨牛 输的不掉心赢的百分百加心 而且这一招可能还会被虚弱到时候 东西咱们这边勾过观众 是干嘛呢去呢 是第一批学到我这个打法 那么草灵功德流吕布究竟有多强 就让我们赶紧来看看 进入游戏 桑杰就把草灵放在二塔前的草丛 以便自己能拿到献权 为什么直接放草灵呢 这样的话前期把我们拿献权 先拿到献权 而有了草灵的加持 桑杰甚至不需要动手草灵 也能帮助自己倾线 哪怕一旁的原格疯狂消耗 也能把血量恢复起来 不仅如此 草灵还可以用来牵制 对面法师支援的节奏 并且还能让队友也拿到献权 而这把原格和桑杰都打得不分上下 无奈原格只好去支援队友 殊不知这个举动却给了桑杰推塔的机会 好 那草灵特加 对 草灵可以塔外点塔 我们现在保护一下草灵 保护一下我兄弟 他有了 紧接过了四分钟 还要把不假鞋换成CD鞋 因为这样可以减少草灵的回复速 换个CD鞋 为什么换CD鞋呢 现在他们 他这个原格已经没有这个跟我们对象 他已经现在拿到没有任何办法了 我们这个是要干嘛 减少草灵回复速度 减少草灵冷却速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呢 每一波的要草灵 而桑杰也给大家解释了草灵带来的好处 完全弥补了铝布带线的缺点 这个时候下楼放个草灵 直接去通路 不要去带线 你烂草灵去带线 然后给你发金币 发不发点金币不重要 他反正百万现权 弥补了什么呢 弥补了劳部不能带线的一个缺点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说要搞个草灵 你根本就留 进阶留履物 就搞草灵对不对 下楼吃钱有经济吗 没有经济无所谓 反正百万百现权 这个时候我们就报房钱了 因为牢不干也带不了线 更离谱的是在草灵的帮助下 不仅能牵制对面 就连推塔也算英雄评分 简直不要太好 你看对面那个小子 就很明白 很明显用不了 用不明白那个草 你看草灵一个人错两个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过来看了 甚至干嘛呢 草灵还会算我们的评分 这就是最赖皮的点 所以说我说你现在学到 你就赚着 到时这一招削弱的话 你用不了这一招散分 你就不要怪我痕迹了 而这把在草灵的加持下 几方很快就占据了上风 有了优势 桑杰也打得非常轻松 对此桑杰表示 这是功德流履度的进阶版 学会哪怕是新手小白 也能上分如何是 你记住这把包一卖屁的 赢了的话我加两个心 输了的话我不克心 稳稳三分怎么行 还是说功德流的进阶版 我知道大家可能有观众 接着功德流履度 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功德流那个亚瑟 对不对 但是我这是什么呢 草灵流履度 草灵流履度 三分更加流 明白吧 打牌为我说 你三个龙亚王 什么的跟喝水一样 紧接双方在龙坑处爆发团战 为了争夺暴军团战一触即发 虽然最后没能抢到暴军 但却打赢了团战 客机坐下 来三次满 无所谓 我说我是草灵流履度 你随便打 你随便打 你开启就行了 是不是 对吧 然后下路打环 打赢了 下路一招 然而就在桑杰以为比赛 已经胜券在卧室 不料却出现了失误 即便桑杰跳出大招 还是被袁哥秀的头昏眼花 不仅如此草灵 还有另一个作用 就是能吃到暴军加成 这让本就很强的草灵 再次提升了一个等级 而对面为了清除草灵 也不得不前去阻拦 从而这就给了桑杰方机会 趁着人多找对面开团 输出扛伤拉满 犹如战神一般打的对面 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选择了上票投降 此时桑杰还以为 MVP已经是囊中之物 结果等出去一看旅部的评分 才让桑杰彻底傻眼 出去我把它买MVP的 哦 评分这么低吗 这草灵里有五啊 我记得我撕压打的时候 这个草灵里有五评分 高来兄们 怎么评分这么低啊